三年前,我住在一个环境较差的小区,住我隔壁的好像是几个小混混,穿得比较精神小伙那种,他们几个在夜店上班,所以他们回家的时候都是在凌晨,但是他们只要一回家,就开始用音响放歌,还都是重金属音乐,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叫其他的小混混过来,喝酒或者打麻将,要五喝六的,吵得我们左右邻居都睡不着觉,我少过他们几次, 但是他们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,一直说我事太多了,别人都没说什么,而且他们是在自己家里面吵,关我屁事,最后还不忘威胁我两句,让我管好自己,别给自己找麻烦,然后碰一下就关门了,呵呵,我谢谢你,但是现在你们就是我的麻烦,不解决你们,我就别想睡个好觉了,我又找到物业,物业直接跟我说这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,给我气够呛, 不过最后还是把房东电话给我了,我给房东打电话,房东说放心,肯定管,嚼好吧你,我以为事情会有转机,但是没想到第二天,我的窗户就被人砸了,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干的,我又给房东打电话,没想到房东已经把电话号码换了, 后来我才知道房东跟这帮小混混是朋友,人的话都是道上的,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道是哪条道,怎么还拍人家锅里呢,但我心里清楚,这帮小人是盯上我了,现在上门找他们讲道理肯定行不通了,房东又躲着不解决问题,我现在只能报警处理了,于是我找到辖区派出所, 我说我要报警,我最近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,刚才家里的窗户都被人砸了,我没有看到是谁砸的,但是我怀疑是我的邻居,因为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,我现在要举报, 然后我就把他们晚上经常打麻将赌博,还经常带各种社会人回来,还有一次他们扔垃圾的时候,我看到有一些碎玻璃,看着样子好像是冰湖,我怀疑他们吸食某些东西,希望你们能认真调查一下,还我们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,我们这些邻居现在都很害怕,警察叔叔听了我的话,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,当天晚上我就听见隔壁被茶水表了,听说来了三辆警车, 过了几天,这几个小混混就搬走了,房东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赢了行了吧,我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,我也不知道什么输赢,我只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,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吸食,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有不干净的地方,平时这些地方晒不到阳光,所以他们有些肆无忌惮,现在我把阳光照过来了,他们就只能挪窝了,这个社会的垃圾人太多了,被垃圾人盯上了,跟他们讲道理是没错的, 没用的,反而他们还会变本加厉,你只有比他更无耻,更下作,才能顾住自己的招权,我是王金条,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,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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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哒,在我买人生中第一套房子的时候,由于当时也没什么经验,所以也没多考虑,就随便选了一个离公司进的小区,但是没想到,住进去之后才发现,小区有好多地方规划的不合理, 比如停车位很少,临街地上晚上很吵,电梯总是维修,物业很垃圾等等,但这些都不是关键,最让我受不了的是,我跟邻居共用一个自来水罚,事情是这样的,由于我邻居的房子不住人,只是存放货物,所以他们是不用自来水的, 我们虽然共用一个自来水管道,但是下边阀门是分开的,本来各用各的,水也不妨碍水,但是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,每次过来都把管道的总阀门关掉,第一次我无故断水,找了半天原因才知道,原来是他们把总阀关掉了,于是我找到邻居,他家经常过来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婆,我敲开门,说,你好阿婆,我是隔壁邻居,是这样,我今天下班发现没水了, 是不是你们把自来水罚关掉的?是啊,我们这里不用水,我就管掉了,阿婆,不用水,你把水龙头关掉就可以了,而且我们有各自的罚门,你关掉你这边就好了呀,不要关总阀了,那样我那边都没水了,我儿子舍大动天地,怕把灌道动了,关掉总阀才保险,小伙子,我也是为你好,只要管了总阀,谁才过不来,万一自来谁灌道动了就麻烦了,听阿婆这么说,我真是感觉又好气又好笑,阿婆,你放过来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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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, 我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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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 听完他的话,我足足愣了3.14秒,这是什么脑回路,我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么自私的人,你自己弄坏的保温,自己不去修,反而让别人为你的错误买单,而且明明是因为自己的错,给别人造成了不变,却能把自己弄坏的保温,你自己弄坏的保温,自己不去修,反而让别人为你的错误买单。 听完话说的如此理所当然,我差点当场给他抠个666,回到家我越想越生气,这次我把总法打开了,下次他肯定还要偷偷关掉,生活和工作已经够麻烦了,我不能再让自来水成为我的焦虑了,不行,要想一个解决办法,我就不信我王金条治不了你,于是我去定做了一个自动换水浴缸,就是跟洗衣机原理差不多,只要联好上下水管,就能定期的自动排水再见。 然后又买了条比较贵的观赏鱼,都开好了票据,并且在楼道的管道井对面装了一个小型的摄像头,做好这一切,我去找了一下物业,让物业帮忙转达一下,我家里有不能断水的贵重设备,希望邻居不要再随意关总罚了,我为什么要让物业转达呢? 一是希望邻居能够正视我这边的用水需求,二是为这件事找一个证人,证明我提前通知了邻居,这样一来,如果邻居确实改正了,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,如果他依然我行我素,那我这边造成的后果和损失,就要有人来买单了。 然后我就特意去老家住了几天,等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来的时候,一打开房门,我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,看来我的宝贝邻居果然没让我失望,我的鱼缸里干巴巴的美丽的观赏鱼都快成鱼缸了,而且鱼缸的换水泵因为没水干烧,也已经报废了。 我去管道警一看,房门是关着的,看拍下的录像,这个身影正是邻居大哥,于是我拿着所有证据,就去派出所报案了。 后来邻居大哥被传唤到派出所,当他听到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构成行政拘留的程度时,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 后来在民警的耐心调节下,大哥赔偿了我的经济损失,并且把管道重新做好了保温。 如果在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事情,针锋相对是不行的,因为自私的人从来不会考虑他给别人造成了什么困扰。 他不在乎,他在乎的只有他自己,所以只有把你的损失跟他的利益捆绑起来,才会让他一次就长个记性。 你还遇到过什么样的奇葩遭遇呢?来告诉我,我是王金条,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